歡迎到5mmo.com 並且輸入優惠碼NOX 這個想要5拍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來進行我們這個籃球大打戰 今天所要進行的內容的話 就是讓我們這個歷史上所有的冠籃大賽冠軍來做一個All-Star Team 然後並且與之對抗的話是我們這個三分球大賽所集結起來的這個All-Star Team 來進行一場對決 那今天的話其實這個陣容看起來是非常非常豪華的 包含了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有這個 John Wall、Michael Jordan、Vance Carter、Black Griffin以及這個Dwight Howard 而這些球員的話都是在歷史上在這個寇蘭非常非常有名的球員 那大家對其他人可能都有印象 可能就對John Wall的印象稍微偏弱一點 那我這邊大概跟各位講一下這個John Wall的話是在2014年那個時候的這個冠籃大賽冠軍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三分球大賽冠軍的話 包含了這個Stefan Curry、Claire Thomason、Ray Allen、Larry Burdard以及Dirk Noweski 那其實整體而言的話我覺得以強度來說的話 我得說其實各有千秋啊 因為畢竟這邊你可以看到冠籃大賽冠軍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Michael Jordan 那三分球大賽冠軍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Larry Burdard 其實兩個人在整體的這個能力上的話可以說是博仲之間啊 所以我這邊真的要說哪一隊比較容易會贏的話 我得說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這邊更傾向於這個三分球大隊會贏 因為我覺得外線這個浪花兄弟啊 他們只要有任何一個人下來一個擋財子的話 其他人就可以直接往外線投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邊真的要贏的話是比較有機會的 而左邊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像是Michael Jordan這些球員的話 他是屬於一種可以做一個空間創投的球員 但是他在進去切入肯定也是可以的 最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雙方的話到底是哪一隊會比較強 好那我們今天一節打16分鐘 並且使用的是冥犬他難度以後我全能解說 好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到這個明星賽這個現場 那其實今天的話這場比賽我個人覺得 會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個頂尖對決啊 因為畢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所有名的 包含這個三分球大賽的一些冠軍 以及這個冠籃大賽的冠軍們 都可以在今天齊聚一堂 來進行一場這個極心動魄的比賽 好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好這邊首先是由這個扣籃王 首先先拿到這個球拳 好我們這邊來看他捐我 捐我對位這個Steven Curry 這邊給他我是Michael Jordan 喔這邊直接Ankle Black一個空間創投 好球一顆 這邊就如我剛剛前面所預告的 這個Michael Jordan可是有空間創投的能力的 Steven Curry一個後車電鋪之後 這邊想要進去切入 這邊似乎能夠轉出一個空間 這邊哇在面對兩人包夾 情況下這球也是直接被拋進去 好球一顆 這邊進去切入有機會嗎 這邊似乎被鎖住了 好這邊是直接發生一個失誤 Rallen帶球過半場 這邊直接選擇中距離出手好球一顆 這邊Klay Thompson這邊再得2分 以整體身高而言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三分球王這邊的話 會稍微再高一點點 因為畢竟有Dork Noweski 這樣的一個球員在進去裡面好球 喔這邊是這個Michael Jordan 切入的時候發生了一個犯規 好來看一下Steven Curry這邊 進去切入直接上籃 這邊是直接要到一個犯規 這邊都直接不給John Wall控球了 這邊全部都有Michael Jordan來控球了 哇這個今天也是兇啊 好John Wall 再回給Michael Jordan 這邊再給Benz Carter Carter這邊給John Wall John Wall在外線尋找機會 這邊只能切入禁區裡面 拆炸彈來不及啦 這邊直接被Steven Curry給鎖住了 原料是Benz Carter Benz Carter這邊墊不走 也沒有機會 給這個Dewi Howard 再回給外線的John Wall 給禁區裡面 原本想要給空中接力 不過可惜沒有機會 原本的快速代購前掌 給Steven Curry 敵腳一個三明球 這球沒有進 非常非常可惜啊 好來看一下 這個John Wall John Wall這邊擋拆之後 有機會切入嗎 這邊選給外線的這個Black Griffin 再給Benz Carter 這個進去裡面 Dewi Howard 直接給進去 好球 John Wall在進去裡面有一個機會 對 John Wall起球 John Wall給到Black Griffin 這邊在進去裡面選擇出手好球 這邊在面對Larry Bird的防守 還是把球給放進去 這邊Larry Bird來控球 給進去 這邊是發生了一個失誤 Michael Jordan拿下球 這邊給John Wall John Wall給到Black Griffin 這邊選擇直接中投 球沒有進 Dewi Howard拿下球之後 可以直接上籃 好球 這邊連下四分啊 可以的 好這邊場邊有換人的動作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這個 Josh Smith 好這邊Dewi Howard搶下籃板 這邊Dewi Howard 直接選擇中投 好球 剛剛不是搶下籃板 不好意思 那邊是一個超劫 Heroe Alvin Heroe Alvin 對位是這個Net Robinson嗎 OK直接進去 選擇衝擊籃框 好球 Josh Smith 這邊給到是Net Robinson 三屆的灌籃王啊 好這邊來看一下 Josh Smith 即切入 這邊好球 哦這邊 其實 即使換了人 感覺起來 這個 扣籃王這邊的話 還是稍微 進攻欲望再更高了一些 好 Kairo Alvin 想要isolation嗎 isolation 這邊不斷的交叉運球 選擇直接出手 OK 哇 這個Dewi Howard 果然在巔峰時期下 那個 互框能力竟然是高到不行啊 哇 剛剛那個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抓板的一球啊 這邊給到Standman Mitchell 再回給 擋拆之後 進去切入 這邊 發了一個失誤 這邊給到的是 灌籃王的球圈 好 這邊應該是Larry Nancy吧 好球 這邊直接給的是Dynamic Wegans 好這邊Propius 這邊可以繼續切入 好球 扣籃 這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開後門 Larry Nancy 好給的是Wegans 這邊墊步 選擇直接前仰跳投 好球 第一節 剩下最後的15秒鐘左右 看一下這一波要怎麼組織 這波進攻 想要打個isolation嗎 或者是擋拆 選擇直接出手 好球 哦 哇 我還是殺手本色啊 Kairobin 好目前 第一節接觸 目前是18比14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第二節 好這個是Mark Price 好我們來看一下 Joey Harris 給進去開後門 這邊被防守到了Dynamickel 進去敵角Michael Jordan 好球 哦 好這邊不是Michael Jordan 完了 這個尷尬了 這邊是Jason Richardson啊 我剛剛以為看到貝奧23號 我就直接以為是Michael Jordan啊 等一下是這個Jason Richardson啊 這個直接給了中頭 可惜沒有辦法把這個拿下來 POPIERS 這邊是Kairobin 來 進去切入 選擇直接出手 好這邊好球 兩個前隊友之間的一個配合啊 好這邊 看到Dynamickel 換防之後 這邊直接發一個失誤 POPIERS 快速帶過前場 給進去 裡面Kairobin 一個進去的反手勾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這個Dynamickel Dynamickel在外線 給進去的 Josh Smith 好球 WOW WOW 這邊這個 直接給進去一個空中接力啊 非常非常好 PRIZE 這邊一個 這邊優秀的一個背後傳球 好球一顆 來看一下 這邊是Bass Carter 不想握 不想握 直接進去切入 這根本還要跟得很緊啊 OK 這邊再看一下外線 拆炸彈了嗎 直接拆炸彈 這球沒有辦法投進去 好這邊給到是Ryallon Ryallon 給到的是這個 Steven Curry 這邊直接 鬆頭 好球 WOW 這個鬆頭 居然是在貼房的情況下 把這球給投進去啊 不斷運球 想尋找機會 似乎幾乎都沒有辦法被製造出來 WOW WOW 不愧是Jason Richardson啊 這球居然這麼貼還有辦法 完了 又是Michael Jordan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各位兄弟們 真的不要怪我啊 真的不要怪我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Jason Richardson跟Michael Jordan 都是23號啊 真的不能怪我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Larry Bird 這邊 Dirk 在進去裡面沒有機會 這邊給底角 Clay Thompson 這邊直接擋才出來了 可惜沒有把這球給放進去 降落 這邊給到是Michael Jordan Jordan給底角Vance Carter 好球 媽好球 給進去 給進去 翻失誤了 哇 這邊被Black Griffin拿下這球之後 來看他帶過前掌之後 Michael Jordan 好球 這邊直接進去一個扣籃 好 今天來看一下 Steven 直接選了中投 WOW 連續兩次頂著人家頭啊 哇 不會是Dr.Kanoweski啊 然後是Michael Jordan 單手持球 這邊給John Ward 哇 這邊 給外線Vance Carter 外線三分球 好球 現在這個局勢 再怎麼樣 還是往這個 扣籃王這邊倒 好 外線Steven Curry 直接出手 這球沒有進 哇 今天Steven的這個 手感其實並不好啊 該進去Black Griffin 這邊一個墊不往後 好球 WOW 好我們來看一下 Larry Bird的 給了外線的 Dr.Kanoweski 一直就有好球 哇 今天難道Dr.Kanoweski 要成為這個最後的救世組了嗎 今天整體表現非常非常不錯啊 又人在外線 擋拆之後 換防 沒有 這邊是Larry Bird 直接搶下球之後 可以進去直接扣籃 一條龍 好 John Ward 看John Ward 第一角有個機會 那邊Michael Jordan 沒有辦法把這角給投入去 看一下 這邊Klay不斷盯防 選擇直接出手 這球沒有進 Dr.Kanoweski 這邊傳給Ryallin Ryallin 帶過前場之後 來看一下想怎麼進攻 這邊換防之後沒有機會 那個底角 Steven Korey 底角三分球 好球一顆 終於 來看一下 這個John Ward要怎麼處理 這最後一球 這個給進去的Michael Jordan 想要直接後場跳投嗎 嗨 可惜沒有進 不過Klay Thompson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索邦球員 好我們現在上半場結束 我們這邊稍微來講一下 剛剛我所發的一個情況 其實今天整體而言的話 我覺得 若實在的話 我覺得Korey王這邊優勢會稍微再大一點 因為整體來說 他們在這個 進去的這個得分方形 還是非常厲害的 不過我就來想 等一下這個 三分球大隊 他們應該會用他們三分球 有做到一些更多的一個出手 而且今天的話 我們在前面其實看起來 雙方都並沒有運用到他們 一些包含的 像是這個 三分球大隊的這個三分球 基本上都是以這個中投為主 然後並且這個 Korey王的話 他們基本上也很少在扣籃 大概僅僅扣了兩到三顆左右 然後大家也都是在外線 想要投三分球 今天這個局勢 感覺起來 跟我預想的有些 不是那麼的相像 不過我覺得可以 今天整體而言 雙方打的都還算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的話 今天整體數據 非常非常的接近 包含了這個助攻方面 還有我們這個超級棒 其實也是有點有點接近的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狂籃方面 他們的這個命中率高達75% 這個就是 他們在進局面把握度 還是相當相當高的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是我們下半場馬上回來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下半場 那我們現在的話 看到的是 Stefan Covey來進行的熱空球 那我是希望這個 三分球隊啊 他們可以有 更多的時間在外線投三分球啊 我覺得他們盡量就不要在進去裡面 這個 做這些投射啊 喔這邊直接 頂著頭 這球沒有進 來 Greven 拿下籃板 這邊直接快帶到前場 直接可以進去 喔 Michael Jordan 這邊 是一個 大給小的一個空中接力啊 這邊不斷在繞戰術 給D 進去 好球 這球沒有辦法拿下 哇 這邊 這個 John 我一個三分球 好球 這邊也是處理到啦 剛剛我感覺那個傳球好像有用拋式的一個拋法 我覺得也是蠻酷的 看一下 這邊 給到 Dark Noweski 今天Dark Noweski 投籃的慾望太過於強烈了吧 哇 今天一拿到球 真的話都不講一下 WOW Vas Carter 哇 這邊 開始秀位十足囉 看著這個比數慢慢拉開之後 開始想要秀一波囉 這邊mismatch 給進去 也想要被籃單打進去 選擇出手 好球 and one 好 Larry Nancy來控了這次球 我們場面可以看到這個 ZAK LAVIN 來到場上 好 外線 Vans Carter Vans Carter 面對這個Petya Stoyakovich 然後 對上這個Mark Price 這邊選擇出手 彈了三下 這球沒有進 可惜 來看一下 Stoyakovich 這邊選擇出手 這邊被火鍋之後 再進去勾射一次 好球 Dark Novsky 今天得下分數 應該算是 這個 三分球隊裡面 應該算是最高的 來看一下 這個 Dark LAVIN 外線 John Wall 外線 Vans Carter 有個大空檔機會 好球 這邊 全球把握住了 這邊外線 Dark Novsky 外線 三分球 這球 可惜沒進 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Vans Carter 給John Wall 進去 可以直接 哇 他選擇是 這個 上籃 不選擇扣籃 好 這邊來看一下 Yakovich 到Yakovich 直接進去 切入好球 Yakovich 我們來看一下 John Wall 這邊 這邊給到的是外線 Larry Nancy 這邊沒有機會 給的是Vans Carter Vans Carter 這邊選擇 給到進區 Do I Howard 想要背籃 OK 這邊是一個夢幻舞步啊 好球 然後現在 Devon Booker在場上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Devon Booker 控球的話 面對的是 Kobe Bryant的防守 好 這邊已經 已經到達雙人包夾的一個情況啦 那這個時候 這個 Devon Booker 要開始生氣啦 嘿 不要包夾我 拜託 不要包夾我 好 這邊 應該是球會給 這個是 Carroll Revin吧 這邊給到 Carroll Revin 外線 Devon Net Robinson 這邊想要直接 Isolation嗎 沒有 這邊 這差點被超級到 Kobe Love在外線 選擇直接出手 這球沒有進 Josh Smith 拿下籃板 這邊 給 Dominic Wegans 這邊的外線 這邊的外線 簡單的機會 給到 Net Robinson 這邊想背籃 給到 Josh Smith 好球 哇 今天整體來說 真的是這個 跨籃王 他們整體的命中率 還是比較高的 但是 果然是2 還是沒辦法大於3啊 雖然 命中率差了那麼多啊 但是 他們整體來說 還是可以有 不錯 喔 這球好球 就說他們 其實3分球 冠軍們 他們其實 命中 雖然 不到很高啊 但他們 一命中 就是3分啊 整體來說 還是非常非常有機會 可以打敗 我們這個 扣籃王隊的 好 這邊 Kobe Brand 這邊選擇外線 出手 這球 可惜沒進 Dominic 不可拿下籃板 這邊給到 是這個 POPIUS 外線直接選擇 3分球 出手 這球也沒有進 哇 這邊 雖然出手 都可能有點 稍微 急破了一點啊 這邊可以進去 好球 Josh Smith 這邊直接一個空中接力 好 Metal Robinson 這位 Sky Ravin 這邊選擇 直接出手 哇 這邊直接被 Dwight Howard一個 直接把這球拍掉了 好 Kobe Brand 直接選擇 基金出手 好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POPIUS 在外線 給到Sky Ravin Kai Ravin 直接選擇 出手 好球 哇 Metal Robinson 在這個第三節的 最後12秒 想要做什麼樣的一波進攻 好 這邊給到禁區 Dominic Wiggins 這邊選擇後仰跳投 這球沒有進 好 然後目前位置目前是55比47 那目前的話18分差 那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來到我們這個第四節 那今天的話如果真的要抓戰犯的話 我首先先同Black Griffin一票 他今天整場我基本上我對他印象點 基本上等於沒有 我完全對他沒有什麼印象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球 進去 好球 進去直接一個 Jordan 這邊直接給他一個扣籃 好 今天如果我們要抓白隊戰犯的話 我想一下 我個人覺得 或者是這個Klay 或者是這個Steven Curry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今天沒做什麼事情 喔 沒有沒有沒有 Kavin Love的戰士裡面最沒有用的 Useless 你知道嗎 Dominic直接選擇金 中投 這球 被對位到了 這球可能是沒有機會的 好 看一下這個Ryallon Ryallon今天的這個 整體來說他也沒有投任何三分球 好 OK 這邊Steven Curry好球 這個三分球出手 進去裡面 頂著 哇 這邊頂著把這球給錄進去了 好目前雙彎來到11分差 這個 分差已經有點慢慢被擴大了 我覺得在這一節 如果他們不選擇 多做一些三分球出手的話 可能遊戲就會這樣結束了 大家看 這個Steven Curry在外線 Dark Tonski一個大空檔 這邊沒有選擇出手 這邊選擇貝蘭的情況下 Juan Wao把這球給操掉了 Juan Wao想要直接擊進中投 這球好球 哇 這邊 分場還是會繼續擴大 那個 扩籃王這邊稍微再多一點 喔這邊好球 Dark Tonski在外線 只要被擋拆完之後 他就有一個大空檔可以出手 今天是他這個優勢 然後確實也有把握住 來看一下 這邊Dark Tonski 面對這個Dark Tonski 這邊選擇一個 被籃轉身之後 直接進去一個上籃 外線擋來之後 感覺是會掉球的 哇 Black Griffin 看看他怎麼出手 這球選擇Juan Wao 好球 這邊直接進去一個扣籃 今天的話 可能會有他 這邊 Rylan 這球沒有進 然後Jordan拿下籃板 這邊給到Juan Wao Juan Wao目前 開展進來的情況下 他這邊給球會有更好的一個情況 這邊給到Juan Wao 但是沒有想到今天 這個三分球大賽冠軍們 感覺今天打起來是特別沒有力的感覺 三分球也很少來投 除了我們Dark Tonski 他今天整體來說 哎呦 可惜沒進 好這個Juan Wao的這個 玻璃杯也開起來了 籃板好手的這個 也開起來了 好 這邊選墊布 這邊沒有選的直接出手 給進去裡面 再給外線 我現在是他最後的兩分鐘左右 在那邊KRU往進去切入 這球 好球 不過我目前在想 今天的話 感覺 WOW 還在想說於是無補啊 沒有想到這邊直接來一個 這個就出手 這個就不是非常沒名字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給進去裡面 選的直接出手 好球 我都在豪爾了 今天跟鬼一樣啊 哇 like a ghost 哇 我這邊今天全場最佳 為這個Duel Horror 今天進去裡面真的是 無往不利 然後各種給球 各種操作 各種籃板各種抓 各種操結 今天真的有他真好啊 好 剩下最後的1分40秒左右啊 我們來 今天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任何機會可以逆轉 7KRU往繼續切入 這邊 選擇給外線再回傳 這邊選擇直接中頭 沒有機會 今天 感覺起來 這邊三分球命中率真的是偏低啊 我們的這個三分球大隊 然後今天Black Griffin 然後是Duel Horror 這邊 裝握 裝握給進去 好球 Duel Horror 然後這邊mismatch了 想要選擇直接頂嗎 不是很好吧 兄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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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能夠打我臉啊 哇 You can see me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啊 Steven Curry 進去 差點掉球 哇 這邊直接隔扣啦 Joy Harris Joy Harris 今天基本上 我也不能抓戰犯啦 他今天根本沒上場啊 怎麼抓戰犯 好 Kelvin Love 包球 好那今天整場比賽結束 最後的比賽的話是 宽蘭大賽 贏的冠軍 然後我們今天的話是 76比61 整體來說是輸了15分這麼多啊 我是比較意外的事情是 我覺得 應該三分球大隊來說 應該不會輸成這個樣子 沒有想他們今天 整體而言 哇 我覺得是這個 Joy Harris 今天整體真的是凱瑞啊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啊 好那我們今天就 整體這個比賽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隊比較 好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幾個數據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三分球部分的話 確實是三分球大隊贏了 但是我得說一句實在話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寇蘭王這邊的話 他們居然是5投4中的三分球啊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效率啊 這個是他們真的是有 比這個三分球大隊冠軍 還要再好一點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禁區上的得分啊 簡直是差了一倍左右啊 快攻的得分更是差了一倍啊 我覺得最主要今天會贏的一個關鍵 就是 Dway Horror這個點 Dway Horror這個點 他的這個速度很快啊 然後可以抓他籃板之後 可以直接來一個這個長傳啊 然後並且給前面的一些球員 進行一些 無論是寇蘭啊 然後一些 幾零鐘頭啊 這些他們都可以讓他做到 那今天整體而言的話 我覺得失誤來說的話 絕對是這個 寇蘭王這邊稍微再多一點了 但是我得說啊 呃 這邊籃板部分的話 真的是沒辦法鞏固啊 這個三分球大賽冠軍們 我原本想說有Dirk Knowski 在進去裡面鞏固 基本上還有機會啊 不過我沒有想到是 完全沒辦法 去抵得過 Dway Horror這個球員 Dway Horror真的是 當時真的非常非常厲害啊 我能這麼說啊 好了 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 現在這個電話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電腦 別忘了小太太 別忘了小太太的工作 追蹤動態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